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快三年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嘛 可是我现在始终感受不到足够的安全感 因为我们两个家离得比较远嘛 结婚以后我要独自一个人来到她的城市 所以我希望她能够成熟一些 但是现在所有的事都要我来操心 而且我觉得她没有事业心 也没有认真规划规划我们两个的未来 我每次和她着急上火的 她总是嫌我脾气太大 我也是为了我们两个好 她怎么就不能够理解我呢 现在我也很迷茫 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 掌声有请 有请 张先生25岁来自河北戴业 李女士24岁来自辽宁实习护士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魏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要干嘛呀 就是最近感觉心里缺少关爱 然后感觉她没给我得到那种足够的安全感 说说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认识快三年了嘛 然后也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我们两个年前回上家嘛 说家里要给我们装修房子 然后到家了之后 我们跟她父母商量好了 房子怎么装修 当时是商定好的嘛 我们家两扇门 一扇打掉 然后一扇赶成推拉门 但是这两天不过年了嘛 回来窜心心 然后一发现这个门并没有按 当时我们商定好的去打掉了 然后也没有赶成推拉 然后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嘛 我说你跟你父母问一问 我说这个门我怎么就没按住 咱们到处商量好的去来啊 然后他当时就不耐烦了 一开始是商量好的 我父亲他那个门打掉之后 就是漏风 所以为我们俩着想 就是没打掉那个门 这没事吧 我们也理解父母 我也不是说非要把这个门打掉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门打掉 还要把地板凿起来 然后他就说父母怎么不容易 就为我们装修房子 我本来让他管这个事的 然后他从来也不管 问也不问 然后这触摩擦了嘛 然后他还不管 什么也不说 不是 出什么摩擦 谁跟谁摩擦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听见 我就觉得你自己跟门在摩擦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是想把那个门改一下嘛 不是 客观条件改不了吗 我也没说非要改呀 可是他当时就是 说我无力取闹 当时凶我 跟我说哭了 行 这事我们先给他记一笔 还有其他的事呢 他对我俩的事从来也不伤心 那你说我们两个快要结婚 来我家提亲 但是到我家吃了好几顿饭了 他一直也没说呀 但是我跟他说了 我说在酒桌上什么话都好说 亲戚都在 帮你左一句右一句 就把这事就说过去了 然后他也不着急呀 就是提亲嘛 提没提 到最后也是提的因为 你也好意思说 就主要我比较腼腆 第一次去参加 我会比较紧张嘛 就是一开始想好了怎么说呢 就是一开始也没张开嘴 后来呢 主持人你不知道 他在我家待着我六天了 吃多少顿饭了 我都左一吹他又去吹他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特别在乎他 在你们家吃了很多顿饭这件事啊 就是我感觉在饭桌上好解决事嘛 解决没解决现在 就是解决了还是我爸最后说的 我爸也心急了 因为感觉他特别腼腆 然后我就替他打圆场吧 你爸怕你嫁不出去啊 也不 小张 什么时候娶我闺女儿 是这么说的吗 不是 就是说那意思去家家里看一看 跟小张说 说小张什么时候 我们去你们家看看 对 你怎么说的 我就顺着往下说了 我说从年前吧 您有时间回带着您 去我们家那边看看 那你说他娶老婆都不上心 那我爸嫁女儿更不着急了 那你怎么就一点也不上心 行 这个事他说了 我腼腆羞涩 不知道怎么解决是吧 对 行 这事咱们也放一边啊 也给他记上好不好 装修房子不上心 提亲也不上心 还有别的吗 还有 挺多的 挺多的 然后就是他找工作 行 让家里哥帮他推荐推荐 看看能不能帮介绍介绍 然后我让他打电话嘛 他也不打 回家都快待一个月了也不打 最主要我不想麻烦人家 因为毕竟我刚毕业 还年轻 我想自己出去闯闯这样 因为我体育 喜欢毕业 我想就是专门走这体育 先锻炼锻炼自己 不想麻烦别人 所以你觉得是他不上心是不是 对 找工作这只是其中一件事 还有呢 因为他腼腆 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就在网上看看 有没有适合他的 我就找了呀 找之后他迟到了 就坐公交车两个多小时迟到了嘛 堵车 人家老师去上课了 面试他老师 然后他也没等人家 直接跑回来了 最主要那个工作我也不喜欢啊 还有就是离家太远了 那你也不能走这工作去找你啊 对不对啊 最主要那个人他也没等我 我都说好了去面试 他还去上课 回上我体育上等了半个小时 当时我就回来了 咱是有脾气的人 你怎么能让咱等呢 是谁迟到了 是我迟到了 因为堵车 对 但是前面已经说出了一句话了 我不喜欢这工作 这事咱们也放在这儿 姑娘 我们不关心这个啊 最关心的是他对你好嘛 他对你上不上心 对我更不上心 我把他拉到山场 我们俩去逛街嘛 我男朋友看到那种椅子嘛 直接跑那赶紧坐那 就一屁股直接坐那了 跟我打电话 媳妇你自己去逛吧 然后你回来 帮我领走就行 我说你也走出儿童啊 还要我帮你领走 因为他一逛 就逛四五个小时 太累了 每次因为 不是 你不是体育生吗 体育生 因为他也烦到了 自己一个人啊 就站着那一戳 他一睡衣服我就在那一戳 他一睡衣服我就在那一戳 那人别的男的 都门口跨着 帮我领着衣服有的是啊 我也没有你那样 我让你等我一会儿 我想让你看一看 你都不看 是 最主要 你试完咱买也行 你买完咱就赶紧走着 光试试他就不买 他就想试试 买口红嘛 女孩子不都是喜欢 试试各种色号嘛 我男朋友当着人家 跪玩的面直接说 你不用打碍他 他不买 他试了不买 你不用打碍不用管他 多刚刚啊 那么多人都在 不是 那你是要买吗 我是想买 有时想买 有时不想买 有的时候就想试一试啊 也没说了试非要买 你说对不对 你这么说我多下不来他呀 当时我只是开个玩笑嘛 因为他总的爱试 我就随便再开了一个玩笑 这也还行 没怎么着对你啊 那亥想怎么着 我就现在 我感觉对我一点也不好 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亥想怎么着 什么你都不满意 你跟他谈了三年 然后你还打算嫁给他 我这人对爱情 还是挺执着的 不是 你执着 对 你 那你爱成什么呢 对小伙子跟你说的 什么都一无是处了 我总感觉 就是他确实是不善表达 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有的方面 还是可以的 想问问他吧 喜欢他吗 喜欢 你想娶他 想 好 请说出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就是脾气大 脾气怎么大 有一次在我玩游戏时吗 喊我 我没听见 因为比较专注嘛 我没听见 回去他喊了我几句 他过来了 直接摘我耳机 回之后我就把耳机戴上了 我不是游戏没打完吗 我说你过一会儿等会儿 回来他又喊我 回来直接就把我电脑给我关了 当时我没说啥 我也把电脑又打开了 我就在那玩 回来之后第二次他上来 直接就把我那个键盘线给我缴了 花了一千多块钱买的 直接给我缴了 哦 我感觉不知道呢 他上来就直接给我缴了 这姑娘 那我也没硬上来直接剪好不好啊 缴没缴 我是拿小刀拉的 也不是剪的 对对对对 用词错误 你那线给弄断了吗 弄断 那是我都说好几次了 他都不听 除了这小子有点漫步金心之外 他对你怎么样啊 还行吧 还行 那你现在慌什么呢 我就感觉 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去鸡生子嘛 就是这种事你都不伤心 那你还想怎么样 明白明白 所以他的推论是 通过结婚这件事 突然发现 这个男人能不能靠得住 对我就怕靠不住 小让老师给判断一下 是大问题吗 我们还能继续吗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这段应该怎么办呀 怎么调整啊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嗨 女生 基本上你可以忍受这三年 因为其实他看起来 可能还蛮实在的 对 但是当你要结婚的时候 你就发觉说 你不甘愿就这样嫁了吧 对不对 你是不是太有道理了 对 因为你觉得 就这样嫁给他 不便宜的这个小子 对对对 你至少要拿出诚意来追我 你连逛街都不愿意陪我 为什么要嫁给你 最主要他是光逛不买 他要买完就走就可以了 你知道女人逛街不一定要买 逛街只是他的乐趣 你陪在他旁边跟他一起逛街 能够不买是他的权利 能够不买是省你的钱啊 对啊 我不怕省钱 我买完自如就可以了 你就要省体力是吧 对 有这么缺体力啊 我现在只是问你 你能给他什么 如果你连一点点逛街的角力 都不愿意给 你觉得他怎么敢嫁给你 你到底想不想娶他 想 其实我觉得你有嘴巴说 你没有行动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 她已经到临界点了 你大概觉得三年可以过去 然后顺理成章就可以结婚 但我觉得对他来说不是 这是你的考验 他要你付出心力陪伴他 你真的爱他吗 爱 那从逛街开始好不好 好 你带他去逛街 如果他四个小时撑不下来 就把他开除掉 我倒想问问女生 刚刚呢 果伦老师说 如果今天他连这个四个小时的 这个逛街体力都拼不过 他可能就取不到你了 好 我就问你了 真的取不到吗 我的意思是 你今天来这儿问我们说 这男人能不能嫁 我现在好迷茫 对吧 你们给我把把脉 如果我们待会儿的评判是 不能嫁 不该结 赶快甩了他 你甩吗 还是挺纠结的 你看 这才是我要问的 你现在不要在那边瞎嚷嚷 说你看他都这样 这我怎么嫁给他呢 我想这种话嚷嚷再多 都没有用 你一天喊两天喊呢 第三天他耳朵都长茧 所以你现在要想的是 如果他就不是 你要的那种男人 你根本就挑错人了 你现在真的有这个勇气 止疊停损吗 这才是你要想的 我跟你说 结婚前我会建议女人 好好地迷茫 努力地挣扎 好好思考 挑清楚了再嫁呗 如果真的不适合 你现在停下来 绝对比你结了婚之后 再闹离婚要好多了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一定要想 第二个 怎么看你有没有找错人呢 重点在于 他是不是你要的那一款 你说我对爱情是好执着的 但是你不能挑了一个苹果 硬要它变成是西瓜呀 你懂吗 如果你就爱吃西瓜 我拜托你可以买个西瓜回家吗 你不要买了一个苹果就说 你给我变成西瓜 变成西瓜 变成西瓜 你为什么不变成西瓜呢 因为它是苹果呀 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老实跟腼腆 有时候就是一样的意思吗 你不能又要他老实 但是又要他能够跟你爸爸妈妈 花言巧语啊 这是矛盾的呀 所以你到底要什么 不要又要他这样 又要他那样 你的要求要标准化 如果真不是你要的 别嫁 其实很简单 就是明明很合适 偏偏不满意 姑娘 你是一个掌控型的情感模式 它是一个被动型的情感模式 你很着急 它很慢 你很 别它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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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伦今年五十多了 他比你大上几轮了 你还不如他有朝气 你跟寇乃鑫比起来 他都像个少年 除了刚才所说的打游戏 改门 吵架 抱怨 我就没听出过 你们作为年轻人 还有其他的什么事要干 你的兴趣好像只停留在抱怨他 而他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有心没心 有利没利 你根本对他提不起兴趣 比如说陪他逛街 你就假嘛假事 装作勤奋人都不愿意 你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还有你 你做好了进入结婚的角色的准备吗 我没有感觉 咱们能不能有点别的事干 不说有那么远大的理想 至少能够在工作上 找点自己有乐趣的事情 一旦实现了某一定程度的人生意义 你就会重新来审视 自己身边的男人和这段 可能要进行的婚姻 到那个时候 不用我们来说 你就自己的知道 什么样的人适合你 不要觉得结婚 是一件没有门槛的事 两个人到了合法年龄 跑那领张证 盖个戳就行了 结婚是最大的奢侈品 没有做好准备 请你们不要跨入婚姻的门槛 先过好自己的人生 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这样 马儿啊你慢节跑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就现在都太快了 一个是太快了 还有一个现在 你们的生活 被别人都替得过得太多了 替你们过日子 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今天如果 你们还想马上就结婚 你们就别出来了 你们还想继续处 去了解对方 做共同的人生规划 准备去结婚 你们就再出来 好不好 咱们这个得有一些态度 对不对 重新来过 你们放松心态 好好地谈恋爱 好好地去生活 然后再说结婚的事 剩下你们自己 表表态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以后会听你的话 为你而改变的 以后不会那么 太不爱说话 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 对你的所有的不好 也希望你以后 脾气稍微改一点 稍微小一点 只要你能改 我也能改 我也会少些抱怨 对我们两个好好考虑 希望你能认真地改 不要像每次说说就而已 你能保证吗 我能保证 没了 请亮灯吧 我再说一遍啊 老师们今天的核心 不是分手 老师们今天的核心是 此刻 此时 不宜结婚 因为还不够成熟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挺好 挺好 哪天结来的 几月几号结婚 先考虑考虑我们两个工作 然后慢慢来不着急 你呢 听她的意见 听她的意见 这就终于学会了一点点 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话童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来 各位 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几分 这就当我一个承诺 我会一会一会保证 会为你而改变的 我爱你 来 送给你们 好好磨合 开开心心的生活 谢谢你们 请回 祝他们幸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呀